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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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正门 告辞了 大正门 金镬炮好不容易被我们抓住 凭什么救给他们 这是我们两家说好的 葫芦交给保安团 这样啊 那我去弄点酒 弟兄们 庆祝一下 大正 留下一部分人打走代仗 你带另一部分人 左安道 赶回黑风铃 这么急干嘛 好不容易打下老金沟 总得庆祝一下吧 千算万算 我落算了一件事情 啥事啊 咱们清朝而出 打老金沟 万一贺两财抄了我们黑风铃怎么办 不会吧 我们帮他打老金沟 他会干这事儿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现在赶回去 可怜 我来招业 快去 好 我们走 金镬炮 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啊 知道知道 死罪 死罪 你还想不想活 想 想 想活 请长官给个机会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不过你听好 这可是唯一的机会 我懂 我懂 全凭长官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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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老金宫这些年 烂了多少金子 没有啥 也就七八两 金森炮 一路走好 别别别别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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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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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识 一千一百两 花了一百多两 买五千 还剩九百多两 我我我全交给长官 我我全交给长官 我我全交给长官 金子弹 在在在在报杨柜里 在在在报杨柜里 你耍我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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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耍你啊 七招 一定是七招 一定是七招把他弄走了 他他他他至于怎么打开的 我我就不知道了 正你这么说 这七招耍弄了我们保安团 团座 怎么样 李英章 局面控制了没有 团座 金子弹炮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局面已经完全控制 不过 不过什么 这有这种痴 是啊 大多我早说过 不要太想见七招 那我就不进去了 那您的意思是 本来我还在想 这次看七招 攻打老金沟活着金三炮的份上 只要他上路 我就把老金沟的地盘交给他 可没想到 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跟老土板一样 李英章 到 你派一个脸 带着金三炮 和出回福罗门 押回县里 留下两个脸 坐镇老金沟 谁要是敢吃毒食 叫他给老子全部吐出来 是 见过李英长官 齐大掌门很忙啊 我叫人传话 一个小时才来 真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请你见谅 齐大掌门 搞了些什么好东西 没有搞到什么 就搞了些枪支弹药 不过 还来不及清点 那这位齐大掌门 可是发大财了 看你这话说的 这是我和贺亮才 已经说好的 缴获得一加一半 多颗子弹 我都不会拿的 行 这话我记住了 除了这些枪支弹药 还搞到些什么呀 在土匪身上 还搜到了一些银元 还有 就这些了 没了 齐大掌门 这里是金三炮的卧室 你别告诉我你没进来 这里我是真的没来过 金三炮这个家伙 还把这里找得别具一格的 保险贵的九百两金子 都被你撕吞了 你还用脸说你没有来过 金子 我真的没有见过 我刚才已经审过金三炮 他已经招顾你了 金子全被你拿走了 那是他恶意挑拨 血口喷人 秦营长明见 要是齐大掌门真没拿 记不记忆我搜下诗 请便 走 屁育 招权 8 1 3 敢当着我的面撒谎 老子什么时候下我这个军令 请团座息怒 是 都军大人的命令 广深都军 对 什么时候下的命令 出发之前 其中呢 请团座恕罪 卑职现在 还不能告诉你 赤裴 狗人够东西 赤裴硬了是吧 我现在就给广深都军打电话 要是敢假存圣旨 老子现在就逼了你 团座 都军大人正在来 六林县的路上 什么 如果路上不耽误 这会儿应该快到 没职供应都军大人 接力 何县长 我是特地过来恭贺 咱们保安团剿匪大捷 何县长果然出手不凡呢 多谢独军大人夸奖 独军大人 其实这次剿匪是跑安团和 何县长 咱们不要在这儿影响老百姓进出了 有什么话去你的县长办公室说 独军大人 请 说 未知所说全部处置 落有伴去广言 肝痛处置 杜军大人 您是不是 给我们保安团的一营长 下过命令 你手下这个一营长 是个人子 你得好好地栽培 卑职明白 杜军大人 这个奇招该怎么处理啊 三日之后 公开枪毙汉匪奇招金三炮 借他们人头立威 震慑那帮土匪毛贼 杜军大人 不管怎么说 奇招和保安团 联手剿灭金三炮 这转眼就羡慕杀驴 会让你心寒呢 糊涂 保安团什么时候 成废物典型了 堂堂八百人保安团 打不过两百人的老金钩 还要靠黑风领的土匪去帮忙 而且还是 黑风领率先攻破老金钩 活着金三炮 你想过没有 这件事情就是传到尚风的耳朵里 别说你这个小小的保安团团长 就连我这个打铁官 杜军 都会被人笑话死 被省参与那些议员的口水淹死 杜军大人 其中虽然 盘踞在黑风里面 可它跟老金钩的金三炮 完全是不一样啊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你知不知道 我来柳林县之前 先向咱们的省长和参议会上报了 日前本都军亲自指挥柳林县保安团 趁黑风领老金钩两股土匪内讧之际果断出兵 一举歼灭老金钩和黑风领 活着两大匪首 你还没明白 省长和省参议长已经向总理府上报 包举我升任省城都军 总理的秘书已经给我打点过来了 批文马上就会下来 都军大人要到省城去当都军 那碧植 恭喜大人 坐 先不忙恭喜 把你该办的事想明白了 再恭喜不迟 碧植明白了 不管齐昭是真土匪还是假土匪 这次都必死无疑 因为他和金三炮 都是都军大人的垫脚石 明白就好 三日之后 枪毙齐昭金三炮 这 亮才 我听说 你和这个齐昭也有仇 你发过誓要杀了他 可有此事 却有其事 那为何 现在报仇的机会就摆在你面前 你却要反倒迟疑不军 杜居大人 齐昭和我有杀父之仇 可我希望能够堂堂正正地和他一决生死 他齐昭毕竟是第一个打下老金钩的 又亲手活住了金三炮 这转眼就和金三炮一起枪毙 我 我这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亮才啊 等我升任省城都军以后啊 附近几个县的保安团 我打算组建一个保安旅 这个少将旅长就由你来挡 卑职感谢杜居大人栽培 誓死效忠 那三日之后 卑职执行军令 全罗山 全罗山 词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哪 这不是匪首大英雄齐昭吗 你居然也被关进来了 少天爷真是有眼哪 报应啊 齐昭 你这个王八蛋 你这个王八蛋 嫂子 你怎么这么乖啊 你是谁的儿子啊 哥 回来了 怎么火这么大 怎么了 老金钩没打下来啊 打下来了 那齐昭呢 齐昭他立了头功 待人偷袭老金钩城堡 还活捉了金三豹本人 我就知道 齐昭出马准备错 哥 哥 你干什么呀 把孩子都吓哭了 杰热他人现在去哪儿了 不知道 没看见 是不是回黑风里了 小美 咱这小外生叫什么来着 你怎么给人家当舅舅的 小外生叫什么都不记 他呀 叫齐昭昭 以后 就叫赫昭昭吧 为什么 就这么定了 来 这又是闹的哪一处啊 来来 喝喝喝 干干干干 小马哥回来了 老大呢 还在老金钩呢 那你来得正好 咱俩喝一杯 老皮猴儿来 来 来 来来来 真逍遥 啥时候回来的 我们先回来一步 小马哥 慢着 先把话说清楚 你俩这算啥呢 说清了自作主张 说中了 就临阵脱逃 小马哥 不是兄弟我不服你 等老大回来 肯定会奖赏我和皮猴儿 老毛 想啥呢 临阵脱逃 还想大掌门奖赏 你做梦了 小马哥 实话告诉你 我们哥呢 把金三炮藏的金子 全部背回来了 真的 皮猴儿 没说胡话吧 当然是真的 必须是真的 九百多两金沙 我一个人扛回来 现在我肩脑还疼呢 你怎么一个人扛回来呢 肯定我一个人 那你不是 不是呀 没想到废物点心 还能顶大用啊 你说谁废物点心 你把话说清楚 别说错话 你发三杯啊 我说错了 好 来来来 先发三杯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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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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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娘上午去逛街真是神器啊 这打街上一半的商铺都是姑爷的 这哪家的掌柜的见了你娘我呀 都是客客气气的 你听见了没有啊 娘我听着呢 这县里茶叶店的掌柜的是送茶叶 这裁缝店掌柜的是给我免费做衣服 还有这些点心都是南北货店送的 银缝你尝尝呀 我不饿 你看这盘点心啊 听说可是当年慈禧老佛爷最喜欢吃的 你来尝尝吧 你这是怎么了 这么好的日子 你怎么还不开心呢 娘 我想我儿子了 姑爷回来了 你回来了 听说你去打土匪了 是 姑爷去打土匪了 是不是黑风领 你啊 你胡说什么呢 好好好 你们聊 我先回屋了 饿了吧 我让厨房去给你弄点吃的 你怎么不问问我 打赢了没有 不管输赢 人回来就好 你倒是看得挺开啊 告诉你 本县长齐开得胜 马到成功 来 李勒 明天你去趟黑风领 我上黑风领 把儿子接回 那嫂嫂呢 嫂嫂当然在咱们家 齐昌能放小文回来 你就说这是齐昌的意思 齐昌他人呢 他 他跟我一起回来的 齐昌在柳林县了 人在哪里 在先生府 我想去看看他 行吗 不行 火盛督君要跟齐昭密谈 不许任何人打扰 小姐 宝宝睡着了 好 你先出去吧 是 小妹 咱这小外甥叫什么来着 怎么给人家当舅舅的 小外甥叫什么你都不记得 他叫齐昭草 以后 就叫贺昭草吧 齐昭在柳林县吧 人在哪里 在县政府 我想去看看他 行吗 不行 火盛督君要跟齐昭密谈 不许任何人打扰 哥哥肯定有事瞒着我 齐昭草他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来 尝尝这个 这俩够吃吗 就是 天天吃这些东西 你 咱们现在是有钱人哪 你爱吃吃 我还是给老子滚蛋 不好了 大队门不见了 好 有什么 我是跑回来报信的 大队门带了两个标识 去见保安团的一营长 结果到了晚上也不见回来 他到哪儿去见保安团一营长 去金三炮的卧室 有没有去找 我晚上就到金三炮的卧室去打他 结果门锁着 我就翻窗子进去 结果没见着大队门 但是跟他一起去的两个标识 被人打死了 尸体就在地上 这 大队门 大队门这回是凶多吉少了 该怎么做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决定了 要去老金沟 活要见人 死要见识 不行 这老金沟 现在跟保安团 两个连开手 你要是去了 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你们不是有密道吗 被保安团发现了 谁也没想到 他们这么快翻脸 那两个标识是怎么死的 被人枪怎么打死的 七招应该还活着 十有八九 是被保安团给带走的 估计他们不会让七招 留在老金沟 应该是去县城 所以我要去县城 那我介绍兄弟们 跟你一块去 不用 这儿毕竟是七招的根 所以留一部分的兄弟 守住黑风链 好 我马上去安排 好 好 好 什么人 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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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听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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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我要杀了你 好 不是 好 好奶奶 好祖奶奶 你千万别吵枪 但这个事 他不怪我 那是胡三道逼着我干的 这不怪我 好奶奶你饶命了 千万别干枪 你是黑风凛的 我说黑风凛 二当家 不要上山 你带我去 上山 那 那得听我的 你说 把枪还吗 做梦 夫人 这个不行 把枪还给他 夫人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你也想上山可以 只能夫人一个人上山 不行 我们得保护夫人 陪夫人一起上山 二营长 你们在这里等着 可以走了吗 我 你还要说什么 你还要说什么 他们都能把枪交给我 等你上山的时候 我再还给他们 许有此理 我们在这儿等 凭什么叫我们枪 长官 你别生气啊 你想想 我一个人带夫人上山了 你们随后跟着 莫营怎么办 二营长 把枪都交给他 二营长 你想想 你们在这里休息 等我下山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听到没有 全力都有 听我命令 把步枪先交给这些死胖子保管 给你学习待命 是 你 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你想怎么着 有种你再跟我说一遍 二郎家的 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吗 这还差不多嘛 夫人 请 咱们上山 走 大少奶奶 这一路千万要小心 放心吧 我一定能找到大掌门 老大壮 你小子 肯定要保护好大少奶奶 放心吧 有我在 没人敢动大少奶奶 一根汗毛 兄弟们 黑风铃 就靠你们了 保重 告死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把贺兰菜的夫人 给押回来了 银峰 你还记得我吗 上官先生 记得记得 你不是在国民小学 担老师的吗 现在 可是我们黑风铃的 压斩夫人了 大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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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招他 又娶了奶奶 我不想嫁给喝料饭 所以 就投办了奇招 大少奶奶 就让客人站在这儿 这好像不是奇招的待客之道吧 能肉喝 味道 到啦 这不光顺 邓友 死后 碎天 这不光 sex 好 请问是谁让你来的呢 妈妈想见儿子 天经地义 还用得照别人说 大叔奶奶 这个女人可得提讽的呀 那倒是 不过 此事是齐昭和何亮才说好的呀 我先问问齐昭 齐昭又不在黑风里 你怎么问 你怎么知道齐昭不在黑风里 他在柳林县 你不知道 柳林县 你听谁说的 赫亮才说的 他亲口说的 嗯 那他有没有说齐昭去柳林县 做些什么呢 是打铁关的果胜都军 和齐昭密谈 原来是这样 大叔奶奶 不肯答应 肥猫 看茶 哎 夫人请稍等 我现在就去抱您的儿子 谢谢 谢谢大叔奶奶 大叔奶奶 孩子啊 不能让他见 为什么 哎呀 这事太祈求了 他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时候来 我担心 他不怀好意啊 行了 我心里有数 大叔奶奶 让开 儿子 我的儿子 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夫人可以放心 孩子白白胖胖的 又乖 你可以放心了 齐夫人 刚才二当家告诉我 我的孩子 是齐夫人亲自照顾的 应该的 谢谢齐夫人 夫人 齐昭的孩子 已养在你们赫府 我们彼此彼此 齐夫人 我可可可以把我帮回去 这不行 我只能让你看看他 不能带走他 可这是齐昭说 让我帮回去的 齐昭说 他亲口说的吗 这 这倒也不是 是和良才告诉我 齐昭这么说的 何良才 何良才 夫人 你我自然是相信的 不过 何良才的话 可信吗 这 可我见不到儿子 我饭也吃不下 脚也睡不着 你让我 你让我怎么活呀 不过 回来 小龙乖啊 乖 齐夫人 你可怜可怜我吧 要是你不答应 我就死在这里 你别这样 把孩子还走 来 你把儿子还给我 怡凤 怡凤 把儿子还给我 你这样 把儿子还给我 不能这样 怡凤 你 你别这样 这样我 那你让我把他带走吗 我就把他带回 柳林县杨几天 他都不认识我 这个当娘的了 杨几天 可然后呢 然后我再把他送回来 我再把他送回来 你真的这么想吗 怡凤 你看着我 是喝两财让你来的 对吗 对吗 怡凤 看在我帮你照顾孩子的份上 回答我个问题好吗 什么问题 你说 你希望其召死呢 你说什么 回答 希望他死还是活着 你为什么这么晚 谁要害死齐大哥 回答我 我怎么可能会希望他死呢 他要是死了 我这一辈子都会心痛 我相信你 我们现在就下山去 现在就去救齐大哥 可是我的儿子呢 儿子留在这儿 齐大哥还有救 如果儿子抱走了 齐大哥就凶多吉少了 你这会什么意思啊 我们边走边说 来不及了 常县长 玉瑶 你看他叫我县长 可别挖苦我 我早就不是县长了 县长现在是你哥哥 这在我心里 柳林县的县长就你一个 我哥啊 当个保安团长都算抬去他 当县长 简直是天大的笑 这上面的人不知道是怎么了 称职的 扯儿 不称职的倒胜了 这不是拿柳林县的老百姓 开玩笑的 玉瑶 你的县长能否说这些话 这不是要我命吗 他这不是要我命吗 那是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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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 你 这件事我知道 还是我兄弟大气 趁没想到 还能够兵治田严 跟和两财联手 实在他现在 真在县正府里 你说什么 我听说这果胜独军 要和他密谈 我想见他 你从哪儿听说的 夫人 孩子呢 没有奇招发话 他们不让我 把孩子抱下山 混蛋 各种长官 各位剧业 慢走 不苏 等等 我们敲闹 实话告诉你 就你们那几个烧火棍 小爷我还真看不上 既然如此 那还过我们 你没听说过 咽过拔毛吗 你们那几个烂烧火棍 等于买路财 混诈 说好的暂时保管 你还想赖账不成 你们听说过那句话 秀才 碰下兵 用理论说不清 长官帮这肥 最好闭上嘴 你敢死尊君 真是胆大宝天 来人 都别胡多 小心眼的枪不长眼啊 二营长 算了 这事以后再说 先会冷明些 你打算 八宝天 他在这习家里 一直在习家里 他在习家里 你 就走了 快 走 蛋 玉瑶 你怎么知道你哥哥还齐昭 我问他齐昭现在在哪儿 他说他不知道 我又问他 是不是从老金沟已经回到黑风云 他不搭话 可是我转头就听见他跟银凤说 说齐昭现在就在县政府 在跟果胜独军密谈 我已经悄悄问过了 独军在县政府 跟贺良才谈了一会儿 然后又跟哥哥局长见了面 告诉他们要效忠贺良才 移行为国 然后他们就离开县政府了 这个贺良才 他在玉瑶面前这样说 却又在营奉面前那样说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会不会是贺良才 想独吞剿灭金三炮的战功 对齐昭下黑手 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的理由 各位哥哥 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跟齐昭 曾经都是羽权侍卫 大家都是好兄弟 咱们起码现在先找到他的下落 光婷啊 会不会齐昭被关到监狱里去的 这不太可能 没有我的命令 是不会有人把人关到监狱里的 要是有人偷偷把他关进去的 也不太可能 这监狱场是我的人 如果有的话 还会电话通知我 那会不会是贺良才把齐昭关在了保安团 不可能 独军大人现在就在保安团 除了独军大人 保安团没有别人进去 也许 这齐昭根本就不在琉璃县 光婷 这件事情 你赶紧派人好好去调查一下 好 我马上去 去吧 玉瑶 你先回去吧 等这边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好吧 各位哥哥费心吗 我来 大哥 我也走了 这保安团的人 怎么跑到这儿站稿放上去 连机枪都用着 咱们的人呢 您是局长 您都不知道想得怎么知道呢 过来 过来 长官好 小娘 我看你眼神 哪部分呢 保安团一营 保安团一营 这个地方可是我们警察局管的 你们站错地方了吗 报告长官 我们是奉营长的命令 接管监狱房屋 接管监狱房屋 这么大的事情 我这当局长的怎么不知道啊 我这当局长的怎么不知道啊 进去看看 对不起长官 您不能进去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这是老子的地方 我看今天谁能挡我 对不起长官 这是我们上司的命令啊 吃了雄心豹子胆 哪个狗屁上司 我说的 我以为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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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啊 保安团一营长 局长大人好眼力 局长大人好眼力 你下的命令不让我进去的 局长息怒不是针对您的 三天之内 监狱房屋由我们保安团接管 没有团座的手令 谁都不许进入 三天之后呢 三天之后我不马上撤离了 这礼馆必规证 好 既然是上面的意思 我就不为难你了 好 对了 麻烦易营长告诉我的监狱长 这个月的看守风楼开令 让他到办公室来一趟 可以吗 那当然 辛苦了 我们走 报告局长 北纸奉命报到 这保安团什么时候接手的监狱 报告 昨天晚上 那保安团 那保安团医营长 接管了监狱 然后拉着我一块喝酒去了 喝多了 你这是猪脑子 北纸这不是醒过来 立马报告了吗 我问你 监狱里有没有来新的犯人 有 有一个 谁 老金沟的金三炮 金三炮 还有吗 没了 不可能啊 为了一块土匪头子 出的保安团的人 是不是 他们怕老金沟的余党 节约啊 那老金沟早就被一国端了 哪还有什么余党 监狱长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呀 没有 没有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我这个警察局啊 一直缺个副局长 我以为你是自己的 想过几天提问你 这没想到 你跟我玩什么心眼的啊 这么大的事情 你敢瞒着我 你 局长 我能有什么事 瞒着您哪 你是让我自己说出来的 还是你 亲口告诉我 报告 其实新派人还有一个 谁 那个 音音营长 让我保密 不能说 他算什么东西啊 说 是 黑风领的七招 是 那晚音音营长 一起喝酒的时候 他也喝多了 他说 他说什么说呀 他说都军大人密令 三天后枪毙齐招 金三炮 咱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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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你去找七招了 找着了没有 我找到他了 你找到他了 他人在哪儿 他现在在县政府的大楼里 县政府大佬 他被抓了 被你哥抓了 而且我还听到 一个更快的消息 三天之后 他和金三炮 又一起被枪毙 何良才这个混蛋 无耻败累 这个畜生 这话难听了 但他的确是个畜生 你不是恨我吗 为什么还来找我 我现在哪还有时间 说恨不恨你啊 我只想齐昭好好活着 那你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 来救他呀 我就是没有办法 才想过来问问你 看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当然有 你说说看 什么办法 好你个何欲扬 原来 你是想告诉你哥哥 好提前防备 你快说呀 人命关天 不是儿戏 再说了 齐昭就是被他哥哥抓的 我怎么能 完全相信他的 我是在想 明天我就回宝定 让我父亲 偷偷关系 看看有没有人 能救出他来 不行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呀 三天现在已经过去一天了 就剩两天 你回趟宝定至少要一天 等你回来 收拾都完 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去黑风领搬救兵啊 让那些标识都下来 实在不行 就硬碰硬 再怎么办 也得把齐昭救出来再说 不行 黑风领人手太少 而且根本打不过保安团 如果硬碰硬 你哥先拿齐昭开刀 那怎么办 你怎么是这么个软柿子呀 要智慕没智慕 要胆量没胆量 齐昭看上你什么了 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 大壮 大厂奶奶 该吃饭了 找到大厂门了 找到了 太好了 在哪儿 被赫良才抓了 现在关在大牢里 又是赫良才 这个王八蛋 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回黑风里 带兄弟们 救齐昭 明白 等一下 不要带长枪 带短枪 匕首 手雷 行 我明白了 不愿意 赫英相 不愿意 解脏 很重 漂亮 全这 是 不是 亚人 路得 得 论 老师 喝水 好 谢谢 老公 你好吗 不好 师父不在 心里空落落的 老师能理解 老师能理解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怎么不给我们上课了呀 老师去黑风岭了 你去找我师父了 那我师父回来了没 我知道了 您这次回来 是接我们上黑风岭 接师父的 对吗 报国 老师问你 如果师父有难 你该怎么办 那还用说 为了师父刀山赶上 活海干闯 那好 你悄悄地通知你的小伙伴 后天我带你们去见师父 去黑风岭 那去哪见师父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没想到何良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简直是无耻小人 我们要把齐昭兄弟救出来 殿下最要紧的是怎么救 监狱 不可能 现在监狱前后门都有器官墙 而且监狱里有一个牌的保安团 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那就急发场 接发场风险就更大 明天这种情况 保安团肯定戒备森严 大哥说得对 当时果胜会在县场 罚场的兵力 不会少于两个连 光婷 你有什么好主意 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我在想 就我们几个人的力量 再加上警察局的兄弟们 咱们可不可以 把果胜给抓了 用他来唤起招 接果胜风险更大 果胜现在就住在保安团 就凭你们警察局那几杆老枪 根本就不是保安团的对手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大哥你说怎么办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齐昭被杀了 殿下 咱们最要紧的 就是先要跟齐昭联系上 县长大人挺悠闲的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不回家 我有事还得到这儿来找你 怎么 有什么事 我可以为你效劳啊 你把齐昭放了 齐昭 齐昭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你不记得 我提醒提醒你 就在你们县政府的大牢里 真的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装什么糊涂啊 不就是你下的令 让人家抓他的吗 小妹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这次抓齐昭 真不是我干的 都是我那个一营长 拿着果胜独军的密令干的 那你就赶紧把他给放了呀 小妹 你没明白我意思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是我想帮也帮不了 这次果胜独军 是非要弄死齐昭不可 别跟我说这些 我知道 你就是不想帮他 你不想帮他 你帮帮我不行吗 我怎么帮你啊 你想啊 这齐昭毕竟是 嫂子的亲爹 他要是死了 将来嫂子怎么办啊 玉扬 齐昭 我是救不了 但是我可以帮你 嫂子以后我养了 我把他当自己的儿子 说这些有什么用 那我呢 那就更好啊 你嫁给我 皆大欢喜呀 你有完没完呢 你是不是变得不轻啊 大小姐 唐总 大小姐怎么了 我这个小妹啊 从小娇生惯养 给宠坏了 欠教训 其证 杀苦之仇 毒气之恨 你一件一件 让你加倍无愧 不认识 爹 您的大厨就要报了 您老人家安心了 爹 嫂子 玉扬 坐 有奇诏的消息了吗 他在哪儿 他被关在大牢里 他被关在大牢里 谁干的 我哥说是 果胜独军 那快点想办法救救他呀 哎呦喂 你是怎么了 大小姐 又惹我们家迎风难受了 玉扬 我知道你一定能救他 一定要想想办法呀 救谁呀 怎么了 七招被关进大牢了 他进去了 啥罪名啊 土匪 您看看 您看看 我说过什么 我就知道这家伙 会有这么一天 玉扬 难过什么呀 你应该高兴啊 没躺这套浑水 没进土匪窝 没变成贼婆娘 你说谁呢 大小姐 你这 你可别误会 我又没说你 再说了 你不是被齐昭给凶了吗 你我得福 银缝 你昏了头了 你怎么能求大小姐了 救齐昭呢 万一她告诉了我姑爷 这姑爷肯定不舒服 你就不会说话 动动脑子 出去 你快给我出去 好好好 我出去 我出去 小姐 宝宝睡着了 好 你先出去吧 是 齐昭我是旧北楼 但是我可以帮你 草草以后我养了 我把他当自己的儿子 你说得都轻巧了 那我呢 那就更好啊 你嫁给我 极大欢喜嘛 你救出来了 你不救出来了 你生气 还可以了 这人家人也想要 赶紧凶了 我去死了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们也没落下 大哥 我和你们一起去 好 光婷 这样 你在外面把风 我们三个搬到里面去 一切剑机行事 听我的命令 你也对着行动 大家休息 行动 好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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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外面来了个警察 求见团座 警察 对 什么事 他说有要紧事 要向您亲自禀报 让他进来吧 是 团座 我得知 今天晚上后半夜 有人要劫狱 劫狱 半夜三更 什么要紧事 什么 他们四个要劫狱 为什么 为了其招 这些人 倒是些有情有义的汉子 当年他们一起在紫禁城当过御前侍卫 是结拜过的 那是生死兄弟 请独军大人明示 卑职该怎么应对 你说呢 他们都是独军大人派来柳云县的 卑职不敢剁嘴 不能抓 更不能杀 轰走 轰走 就这么算了 对 网开一面 量才啊 做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撕破令 给他们这儿警告就算了 毕竟 当年都是跟本都一起穿过皇马褂的人 卑职明白 就行 他们怎么不开架 他们想抓活的 趁他们不注意 走 快开门 徒徒 为什么不抓住他们 把他们放走 抓 你知道他们几个是谁吗 不知道 你不想要 这是独军大人的意思 好了 我也该会团部休息了 记住 监狱一定要确保万物一事 团座放心 其中这次必须死 一定 我倒是要看看 贺量才到底玩什么花样 带走 是 走 进来 快 快点 走 走 快点 跪下 醒醒 团座 飞猫来了 团座 肥猫 你先出去吧 是 肥猫 裴风凌现在什么情况 团座 我是给您送金子来的 送金子 你看 这都是老金钩的金纱 一共九百两种 真是金钩 真是金钩 老金钩的金纱 是是是 怎么会在你这儿 我是在金三炮的房间里发现的 然后我自己藏下来了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 团座 您收下这些金子 就是饶齐召一条命吧 我明白了 原来你是想用这些金纱 来齐召一条命啊 团座应命 团座应命 非凡 有 你怎么会有优心 怎么会有江湖意见 这个 段座 七找怎么说也是 打金三炮的功臣 再一个 我也不想让团座您 被人戳几两骨 来 雷猫 说吧 谁让你来的 没人 是我自己要来的 老金箍的这些金沙 都是你一个人分的 我 我对天发誓 都在这儿了 说 是不是齐昭指使你私藏这些金沙 不是 他不知道 是我悄悄藏的 雷猫 只要你作证 说这些金沙 是齐昭让你私自藏起来的 我马上提升你为上尉军衔 上尉 那就是军官了 上尉连长 还有清兵 每个月可以领到三十块现大洋 团座 我做梦都想当军官 可这些金沙 真不是齐昭让我藏的 那都是我自己 如果你不按老子说的办 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偷偷饶命 偷偷饶命 饶命 说 是不是齐昭指使你干的 天地良心 这真不是齐昭让我干的 那都是我自作主张干的 真的 你 混账的东西 你的良心早上给我吃了 现在倒给我找回来了 团座 团座 我那伤未居嫌 我问你 黑风里的土匪呢 散了 散了 是啊 团座 树岛胡孙散 那都散了 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那还能去哪 十有八九的都是偷别的山头去了 团座大人 请 有没有审问过其招啊 好 审过来 他怎么说 没事吧 就是一直喊约 他没有提出来要见我吗 没有 这就奇怪了 这个时候要是换了别人 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脱关系 找门路 花钱保命 这家伙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开标局的 都是一条道走到黑 他这是自找死路 怪不得别人 走 快点 快 走 快点 走 把他在这儿 走 快点 过去 带我到这里干什么 我要去喝两菜 我要见过三东军 我是被冤枉的 有冤情 到印草地府找阎王爷说去吧 快点 走 走 齐少兄弟 什么事 齐少兄弟 来 撞我 兴奴兄弟 是你们 我们来救你来了 齐少兄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此地不宜久留 弟兄们 赶紧跟我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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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杜军大人 祁召在山林里 祁召在山林里被人给劫了 咱们的人全部被杀了 谁干的 还得查 从现场来看 好像是黑风里的土匪 苍天在上 我祁召顿天发誓 莫心长胆 剔头十年 抬头再相见 提供中共的牌与 têm 第七下 这儿 爹 你教我一连齐将刀法吧 好了 先把基本功练好 过几年 我再教你操法 我现在就想学到法 我要做天下第一刀科 有志气 爹 我去给你倒碗水去 张伦们 小龙毕竟是人质 迟早 还是还给赫药材了 您呢 犯不着替他运行栽培 站住 他是我这儿来做 我是他的亲爹 师父 我知道赫药材 把齐药材改了姓 叫赫药材 你心里有气 所以又把赫小龙 改成齐小龙 对吧 我哪里生气 你信不信 我就是他的亲爹 大长官 别动气 我信 我们都信 我也信 信不信啊 爹 喝水 小龙真乖 小龙蹲马步 是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拖刀 挑刀 飞刀 研刀 削刀 跳刀 甩刀 戒刀 小龙 你怎么知道的 有一次 你跟豹国哥哥切磋刀法的时候 你顺口说了一遍 我在边上就记住了 悟性不错 这今天呢 再教你七家刀法的八举炸刀爵 迎面大批破风刀 反手横切 斩敌腰 顺风斜扫 惊落叶 横扫千军 敌难逃 跨步百料四雷奔 连环铁柳 下邪销 左右防护平快取 一步换行破百招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说一遍 迎面大批破风刀 反手横切 斩敌腰 顺风斜扫 惊落叶 腾扫千军 敌难逃 跨步调料四雷奔 连环铁柳 下邪销 左右防护 左右防护什么 左右防护平快取 一步换行破敌招 好好好 小龙 小龙 当年我爹教了我七八遍 我才记住的 若是小龙仪 反正听了一次 就完全记住了 好 小龙 我齐昭 真是后继有人了 爹 我是谁啊 那你是谁啊 我是齐昭的儿子 小龙 从今以后 我把七夹刀法 全部传授给你 是 儿子 儿子 是 我 就是 我 是 我的 我 我是 我 三 四地 五地 七地 八地 十一地 十二地 十三地 十八地 十九地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一 十八地 等二十四十一 十六 craziest recent 二十二发 二十四 十四 十五 二十八ур 你找我 杭局长来了 来 坐下说 这不好吧 程局长 别这么生分嘛 咱们都是跟着都军大人混饭吃的 都是自己人 来 坐下说 那我就功定不如从命了 不知县长大人朝我有何事 程局长 也算是命多喘 流年不利 不过 你要是能够帮我办成一件事 我可以薄举你官府原职当县长 如何 县长大人 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本座怎么会跟你开玩笑呢 我是说真的 那县长大人 让属下去做什么事啊 我先让常局长去趟飞风里 把我的儿子贺小龙接回 你是说 让齐昭交换人质 不是交换 饿早早 本来就是我的外甥 现在叫我爹 我怎么 舍得把他送进土匪窝呢 那县长您的意思是 常局长 你和齐昭是老交情了 这些年也没少人联系吧 不瞒县长大人 我们国民中学 接到过齐昭的几笔捐款 那就好啊 之下我就放心了 只要常局长 能把贺小龙带回来 我保证你官府原职 当县长 好 那就这样吧 正好 吕布还有药剂事要处理 我也不多留你了 那我就 静候常局长加音 那好 那 属下 这就告辞了 小龙 十年了 离开娘整整十年了 过得还好吗 娘每天都在挂念你呀 小龙 娘每天做梦都能梦到你 你看我给你做了多少双鞋子 小龙 小龙 我就快要见到你了 小龙 你终于快要回到娘的身边了 娘 我们回来了 小虎小梅回来了 你们都去干嘛了 姥姥带我们上街买点心吃了 不是买的 是杂货店老板送的 娘 这是北平的蜜饯国谱 可好吃了 你尝尝 小梅真乖 娘 这是上海的饼干 又酥又脆 你尝尝 娘 这么多鞋子 谁做的 肯定是娘做的 娘的手艺最巧了 我说的对不对啊 娘 小梅乖 小梅说的对 这些鞋子 都是娘亲手做的 娘 这肯定是给我妹妹做的吧 这几双太小了 根本穿不了 这些鞋 不是给你们做的 那是给谁做的呀 是给你们哥哥做的 我哥 我知道了 是养在土匪窝里的贺小龙 小梅 你干什么呀 你发什么疯 我没疯 他不是我哥 他是土匪窝子里的小土匪 小坏蛋 小孩子不许说胡话 小龙是你哥 是你性格 怎么了 怎么了 冰凤 你怎么又吵孩子了 小虎 带着妹妹到院子里玩啊 快去 来 怎么 又想小龙了 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十年都没煎 能不想吗 是啊 我也想起以前 我在扬州大户人家 当疏头丫鬟 这日子天天熬啊 熬啊 熬啊 这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呢 总觉得日子过得慢 娘 你又唠叨了 不是娘唠叨 自从进了贺福 这一晃十年就过去了 哎呀 这好日子呀 过起来就是快 银凤啊 你可要好好珍惜 娘 我知道你说这些什么意思 可是我想小龙了 最近这些天 不知怎么的 我每天睡觉都能梦到小龙 每次都是酷刑的 银凤啊 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啊 你这脑袋里装的是浆糊 还是蛋汤啊 你给姑爷生了一儿一女 这就是你的命根子 以后不要再想小龙了 那是奇招的种 嗯 多吃一点 这样的话身体最好 小龙 娘 嗯 怎么又吃野菜糊糊啊 来 娘给你买了保定城 最出名的驴肉火上 哦 要好吃的喽 来 你也吃一个吧 不是说好了多住几天的吗 这还不到一个月呢 这不是惦记你们父子吗 再说 黑风铃随意宽松的日子过惯了 回家进进出出的 还要看着他们的脸色 不习惯 还是我们这儿住得舒服 小龙 香不香 嗯 香 你家里还好吧 还是老样子 爹 对你耿耿于怀的 不许我提醒你 也好 你爹身体好 那不提也就罢了 哎 对了 最近保定上下 人心惶惶的 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吗 张作霖和吴佩孚 又要开战了 只凤大战 这不是两年前 都已经打过了吗 这就叫军阀乱战 现在我们还能吃野菜糊糊 多少老百姓 连饭都吃不上 真是恶嫖遍地啊 娘 啥叫恶嫖遍地 小龙乖 哪天娘上课再教你 好吧 好 娘不在的时候 有的作业 你有没有写呀 每天都认字写作业 爹抓得可紧了 大掌门 大壮 什么事 山下来了很多老百姓 嚷嚷地要见你 说是见不着 就不走 他们来了这么多人 会不会其中有诈 好像是来投扣大掌门的 好 你先下去吧 叫弟兄们 记得带上武器 好 小龙 多吃一点 吃饱了 才能继续连刀法 好 好 颜子 我们先出去看看吧 嗯 来 你看这个 李座 李座 一段人啊 什么情况 老赛 还让你说吧 李座 刚刚接到武惠福 一个参谋的电话 这个参谋是我同学 他给我透露一个消息 是咱们直信 要和张作丁缝信 开战了 对 这个张作丁大胡子 他到底要干什么 去年直缝不是已经打过一次仗了吗 怎么 被咱们直系打得屁滚尿流的 还不死心 就是 受下败奖 还敢再来 这张作丁卷土重来 气势汹汹 想帮了一箭之仇 大塞马上下单命令 让咱们保安三旅随时备战 北阳军正规几个事 还抵护张作丁的部队呢 还需要咱们这些地方部队干什么 李座 还是做好准备吧 万一命令下来 这逻辑补不息的 到时候该出阳相了 对 有道理 传往的命令 通知各位军官 取消休假 严禁外出 加紧训练 是 大掌门到了 你们有啥话就说吧 齐大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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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乡亲父老 请稍安勿躁 有事请慢慢说 齐大掌门 我们这些人 都是很明显的 有农民 商人 小作坊主 无一例外 都没法养家虎口 快扶不下去了 为什么活不下去了呀 我们起早贪黑 辛辛苦苦一年下来 全都缴税了 所剩无几 家里都解不开锅了 你说 这叫什么日子 还不如 我们跟了大掌门 咱们一起造反 或许 还有一条活路 这位老乡 说得详细一点吧 怎么就活不下去了 六里县 把五年的税 全都收了 我家有几亩地 守成好的手 一家人吃不完 还有圣母 可现在全都交税了 剩下的粮食 根本不够一家人吃的 你说哪有这样的呀 让老百姓交税 也得让老百姓活呀 大家说是不是 是啊 我开了一间杂货铺 这 交这个税 交那个税 最后连本钱都没了 那这样 大掌门 咱们山上的干粮可不多了 现在别说是吃干粮了 喝完野菜汤就不错了 你要是让这么多人都上山 还野菜汤直接和西北翁得了 当今世道兵荒马乱临不了生 只怪齐某无能啊 对不住大家了 大掌门 收拾我们吧 快起来 快起来 快快快快 快起来 打住 我们山上那些粮食和猎物 就分给他们一些了 大掌门 咱们自己也不够了 我齐某宁可饿死 也要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吃 大掌门 这 马上把东西分给他们 大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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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了 谢谢大掌门 谢谢大掌门 谢谢啊 这帮百姓们也太可怜了 这喝两才 十年里和我们相安无事 大可没少去祸害 柳林县的百姓 这喝两才 就会一枪崩了他 让他长信中当县长 是啊 如果长大哥当县长 老百姓的日子 应该会好过一些 只不过 我们不是贺量财的对手 要不然 一定要为民除害 不管怎么说 我们日后 要对贺量财 小心为常 好 好 志冯啊 国民中学的筹备资金呢 还有很大一个缺口 你们县财政科 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大哥 你找我就是因为这事啊 是啊 那我走了 去哪儿啊 门别一下子关死了嘛 给大哥留个窗户缝啊 我说大哥 你又不是不知道 自从贺量财当了这个县长以后啊 我这个财政科长就是个摆设 我手里的钱啊 仅够给县政府发工资的 其他的啊 早就被贺量财 以各种名义给拿走了 那你也得替大哥想想办法啊 大哥 你手里不是有捐款吗 那些捐款啊 只顾买木料石料 这个学校建的好不好 不在教室 而是在教师 我看上的教师都是很优秀的 但是都是外地人 要调到咱们县来啊 需要一大笔安家费 那我真没办法了 不瞒你说啊 贺量财今天又找我了 说县里又要提前征收 土地税和商业税了 什么 咱们县不是已经提前征收 五年的税了吗 怎么又要征税呢 贺量财很啊 这一次啊 又再提前征收十年的税 我看 这城里的商户 和乡下的村民啊 不死也得再拔层皮 是啊 现在是民国十一年 一下子就要征到民国二十六年 这贺量财这么缩刮下去 他就不怕老百姓造福 人家有枪杆子 没错 枪杆子在人家手里 怪不得贺量财 说让我当县长 原来是提前扒了个陷阱 等着往里跳 什么 贺量财要把县长的位置 让给你 对啊 但是是有条件的 他让我去黑风岭 去跟齐昭说 把齐小龙给他接回来 张大哥 你要真能把这个县长的位置 再坐舍的话 那就太好了 可不能让贺量财 再这么横征暴敛下去 那没办法啊 枪杆子在腰杆子硬 我能有什么办法 长大哥 从关外来了两个人 要见你 找我什么事 我哪知道 见不见 现在 事道这么乱 也不知道哪块云才会下雨 好 让他过来见一见吧 好 那我把人领过来 等等 这个地方不合适 回头找个安静的地方 我下门之后去见他 行 那我去办了 去吧 好 好 当家的 起招兄弟 行中兄弟 来 请 好 你们慢慢聊着 我去厨房看看饭菜 请 行中兄弟 是不是 你那摊子 又借不开锅了 部门兄弟说呀 现在 国民中学的筹备资金 还差很大一块 我也不瞒你说 我最近手朵也很紧 昌大哥 是这样的 原来黑风饼每天还能吃上一顿干的 现在 也就顿顿能喝野菜糊糊了 本来以为 大清倒了 民国来了 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 没想到 还是这么苦 是啊 这个大总统 这个大总统就像走马灯一样 换来换去 军阀就像打麻将一样打来打去 这百姓可是遭殃呢 是啊 好 吉兆兄弟 现在你的黑风饼上 一共有多少人了 新章兄弟 你怎么 问起这件事情了 你要信得过我 就告诉我 如果信不过我 就贪我没问 当然信得过 我当然信得过你了 我黑风饼 对外号称三百多人 可是 其实是有 八百多个兄弟 真是太好了 西兆兄弟 没想到这些年 你的实力这么强了 真是有一战之力啊 兄弟 你好像不是来化人的 是来请战的 实话告诉你 我不是来请你出战 我是要求你出战的 大土匪 没问题 兄弟我 一定会支持你的 说 哪个山头 不是打土匪 是要打 和两财的 保安三旅 有北区 我今天会放进来 我只会放进去 我今天会放进去 我今天会放进去 好 我今天你会放进去 我今天不离 我带吧 我每天都会放进去 我然后就会放进去 那里 我去那里 你转发了 我就是 我今天会放进去 我今天会放进去 我今天才会放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办法倒是挺不错的 只可惜我们这些人 怎么能够尽得了贺良才的吕布呢 大阵门 小龙可是贺良才的新生儿子 我们可以借助给他 送我儿子的机会 趁机偷袭保安女吕布 这个计策我最看好 等贺良才被抓了 我们还怕小龙都回不来吗 刀国 你的意思呢 师父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说得好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就这么定了 按信中兄弟说得干 娘 你说什么 小龙 你听娘说 娘 不是你的亲娘 我不信 小龙 你娘说的都是真的 你的亲生母亲叫银凤 她是贺良才的姨太太 那我爹呢 爹还是你吧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送给别人当儿子 贺良才说你是他的儿子 我们必须把你还给他 那我到底是谁的儿子 那我到底是谁的儿子 小龙 来 到爹这儿来 坐下 你是贺良才的儿子 什么 贺良才是军阀 是恶霸 是大坏蛋 我不要当他的儿子 我要当爹的儿子 我要跟着爹学刀法 你是贺良才的儿子吗 你必须要回去 我不是贺良才的儿子 我不是大坏蛋的儿子 小龙 小龙 错 你是有错 是你不对 你不应该骗小龙 说他是贺良才的儿子 小龙明明是你的儿子 可是我必须这么说 小孩内心是藏不住事情的 等我们把小龙送去贺良才那儿 糊弄他的时候 这事情就会泄露出来 那事情可就大了 原来如此 可是 小龙明明是 这件事 结束之后 你怎知道小龙 慢慢解释清楚吧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县长大人 黑风领下的黄沙堡 我已经去过了 见到其招了 见到了 您的意思我已经转达了 他怎么说 其招不肯单方面 把小龙送下山 他说 你如果要小龙下山 他就要早到上山 查局长 辛苦了 先下去吧 让我想想 那属下告退了 来 我不是军阀的儿子 我不是和爸的儿子 我不是和爸 的儿子 我不是和爸 的儿子 我不是和爸的儿子 我不是军阀的儿子 我不是和算 不是和ída的儿子 不是和爸的儿子 和你有没有招 你 Mitch 洞 médico 这贺量财的吕布 肯定戒备森严 他们不会同意我们 很多人一起进去 而且还会苏身 这枪啊 肯定是带不进去了 所以呢 我 大壮 报国 我们三个人 带小龙进入吕布 往每个人鞋底 藏两只飞镖 只要能够 控制住贺量财这个人 保安三吕的七寸呢 就被我们给 你也住了 当家的 出事了 燕子 怎么了 小龙 小龙他不见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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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赶快分头找 是 是 你找我 碧亚 坐吧 跟你说个事 我打算把贺小龙要回来 我已经派人 跟七招联系过了 七招说 交换可以 胆胆把小龙还过来 不可以的 你怎么总是嗷嗷嗷嗷嗷的 那 我能说什么呀 你用不着给我脸色看 我没有 你去问问找到自己的想法 他要是愿意跟七招上山过苦日子 我不拦着 但是 你不可以上山送儿子 娘 我回来了 嫂嫂回来了 今天老师布置作业了吗 布置了 给家长背诵课文 好 来 把书包先拿下来 那你给娘备备 我听听 第一课职业 猫捕鼠 全守门 各司其事 人无职业 不如猫鼠 真好 一字不差 来 把娘抱抱 娘 你怎么了 娘没事 走走 娘跟你说个事啊 什么事 你亲爹啊 他要见你 我爹爹回来了 他是不是在客厅 我去找了 来 走走 不是他 娘说的是你的亲爹 我亲爹 我还有个亲爹 是啊 你亲爹啊 他叫齐昭 齐昭 娘 哪个齐昭啊 就是 黑风铃上的那个齐昭 娘 我不是爹的儿子 我是黑风铃大毒匪齐昭的儿子 你骗我 你骗我 我是爹的儿子 不是土匪的 不是 不是 嫂嫂 你听娘说 你爹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他虽然在黑风铃上 但他不是土匪 战身为王就是土匪 你听娘说 他是个 不听你说 不听你说 我要去找爹 嫂嫂 乖啊 嫂嫂 不哭啊 听爹的话 爹先用你把小龙给换回来 用不了多久 爹就把你给接回来了 爹 你是不是我亲爹 爹 你是不是我亲爹 爹 你是不是我亲爹 大少爷 你不会把枣枣真的交给齐昭吧 小少爷还上学呢 这样是到黑风铃 那不是害了他一辈子 我才不会把贺嫂嫂交给齐昭呢 这我没听明白 我答应交换人质 可我打算在我的旅部交换 贺嫂嫂只是我的一个诱饵 齐昭带着贺小龙到我的面前 我就立刻翻脸 他要是跪地求饶 我就饶他一条狗命 让他继续为我剿灭土匪 他要是敢私隐了 我就立刻拿下 这我就听明白了 不过 大少爷 你刚才不是跟小少爷说 你要把他交给齐昭吗 他呀 这小孩吧 肚子里藏不住事 他要是知道 他只是我的诱饵 肯定会告诉玉瑶 现在这玉瑶啊 可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哪 这苦奶奶 这都十年了 咋还 sut 小龙 初龙 小龙 小龙 快走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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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到那边就 надо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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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的刀 师父 找到没有 小龙没找到 只找到这把刀 小龙的刀 小龙的刀 当家的 你说 小龙是不是被绑架了 会不会是和两才嘴上说样的人 暗地里 把小龙给劫持下山了 有可能 此人卑鄙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他们怎么知道 小龙什么时候出去呢 他们想要这样做 为什么 小龙 会在下手呢 师父 要不要我去柳林县 悄悄打听一下 也好 你马上下山 快去快会 是 大长安 这没了小龙 咱们的计划可救 什么计划不计划的 要不是你们 交换人质 小龙也不会消失 老天爷 为什么在最重要的时刻 开这种玩笑 我不是土匪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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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少爷 上面危险 你快下来 快下来 我不是土匪的儿子 嫂子 你干什么呀 快给娘下来 好儿子 到爹这儿来 你们不是不要我了吗 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你们非说我是土匪的儿子 也要把我往土匪窝里送 那还不如死了好 嫂子 都多大了 还这么任性 不要生气了啊 这么说 你还想把我 往土匪窝里送 嫂子 爹都说了多少遍了 爹先用你 把小龙给换回来 用不了多久 爹就把你接回来了 我不是土匪的儿子 快 嫂子 脉象已经平稳了 哈大人 令公子已无大碍了 我不想给土匪当儿子 好 好 好小子 不愧是我贺家的儿子 儿子 你放心 爹不会让你被人抢走的 娘 你别哭了 艳长大人 朝局长来了 我想好了 君子一言 司马难坠 十年前 说好以赫藻藻 换赫小龙 十年之后 就给李清诺也了 艳长大人英明 可我实在是舍不对啊 虽说赫藻藻是我的外甥 可我养了他十年 我带他 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据上次 我去见齐昭和上官宴的情况来看 他们两个也非常不舍小龙 毕竟他们养了小龙十年十分疼爱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好了 好在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对了 这交换人的时间和地点定了没有 时间嘛 就定在三天后 地点就定在保安旅的旅部 毕竟我一个堂堂保安旅的旅长 总不能带着人到土匪窝子去吧 好 我即刻就去黑风岭通知齐昭 把您的意思转达给他 好 那你速去速回 我等你消息 好 书下告退 各位兄弟 丢失小龙的事情 你们有什么想法 必须得瞒 你们说 是吧 师父 常居长求见 我看你了 一会儿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好 快请信中兄弟进来 不用请了 我自己进来了 兄弟啊 喜事 大喜事啊 贺亮才这个老狐狸终于上钩了 他答应啊 用早早坏酒的対魔力 时间就定在三天后 地点就在保安屡屡部 咱们的偷袭计划 终于可以实行了 怎么了 你们黑风陵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龙他 小龙知道了 要去贺两财的家里 死活都不愿意 前两天山上过夜病了 所以现在高烧不退 虽然止了烧 但死活又不肯吃饭 说不愿认其他人做爹娘 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小龙他身体很弱 到现在还是躺在床上 这燕子只有哄他 说不送他下山 他才肯吃饭 但是 我若让他提交换的事情 我又怕刺激的小龙 其实我也听说了 早早 也因为不想上山 在家闹了一场病 找得不愿意 他还好吧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但是 既然和两财 约好了交换的时间 我想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没事就好 如果这样的话 那咱们交换人的事情 就不要操之过急了 是啊 那就先缓缓了 你跟和两财说一下 小龙的情况 作为小龙的爹 我想他不会逼得那么紧 我只是怕 这件事情 你不要着急 包在我身上 我会去跟和两财说 小龙现在病得比较严重 不适合出门 我想 他会推迟 交换孩子的时间 咱们正好趁着直系和缝系 现在还没有开战 把他们偷袭的事情 往后拖一拖 也只好这样了 那这样 我就回去复命了 告辞了 不过 宋长局长 好 请 小庄 通知所有的弟兄 丢失小龙的事情 一概不许告诉别人 是 我马上就去 贺亮才既然答应换 看来不是他劫走小龙的 估计是这样的 再等等吧 等等去找小龙的兄弟们的消息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什么 小龙病了 是啊 和枣子一样 打闹了一番 枣子是不愿意上山 要摔自己 小龙是不愿意下山 要绝食 这可怎么好 这些年我天天盼着跟小龙见命 我苦命的小龙 好了好了 早知道不跟你说这个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现在小龙已经好转了 也开始吃东西了 两个孩子都这样 怎么坏呀 我跟你说这个 就是让你做好思想准备 十多年都等了 不差这几天 等两个孩子稳定一下 我再想办法 早到这边我是有办法 常信中那边也说了 齐昭和上官夜 也在做孩子的思想工作 等小龙想通了也就好了 事情既然成了这样 急也急不得 那我就继续等他吧 不过有件事情我想要求你 什么事 我想上山去见小龙 不行 你去土匪窝干什么 小龙病成这样 我不去看看他怎么能行呢 再说了 我也要跟他熟悉一下 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 不熟悉一下 他怎么会跟我回来 好吧 那明天我就派两个人送你上山 正好也顺便帮我打探一下 齐昭现在有多少人马 用的什么武器 夫君 十年了 这些恩恩怨怨 还不能一笔勾销吗 哼 就不能让我 跟玉妖 消消停停地过日子吗 好好好 我答应你 只要他不先动手 我绝不动手 就顺便帮我打探一下 有位无患 你以为我想打仗啊 是 是 师父 刚才看山门的兄弟来报 贺两财的夫人银凤 已经上山了 到哪里了 还在山路上 很快就断了 还有两个士兵 互助贺夫人 不过兄弟们 已经收了他们的武器 知道了 银子 银凤是不是上来看小龙的 怎么办 我倒有个办法 要不这样 这样行吗 你放心吧 你先回避一下 银凤就交给我吧 姐姐 好久不见了 上官先生 你还好吗 齐昭和小龙呢 我听说小龙病了 我想看看他 姐姐先坐吧 小龙好多了 姐姐放心 那我去看看他吧 真是不巧 齐昭带小龙下山之病去了 姐姐应该知道 小龙虽然好了 可是没有痊愈 山下有个老中医 医术非常高明 小龙就是吃他的药才好的 老中医交代 吃完药 还要做三天的针灸 所以啊 齐昭带他下山了 需要在那儿待三天 三天 嗯 那我去看看他吧 看完我已经放心了 姐姐 针灸需要静养 恐怕我们去不太方便 就你我去还不行吗 只是齐昭说了 老中医心情古怪 如果一旦惹怒了他 恐怕 对小龙的病情 没有什么好处吧 是啊 我这当娘的心在急 也得为孩子着笑 要不 如果他们想起来 我就不去了吧 姐姐在这山上住几日 等他们回来也可以 不了 我跟贺良才说了 天黑之前赶回去 好吧 那我就不抢留了 不过 姐姐既然来了 要不 就去看看小龙生活的地方 也算不白来一趟 也好 好 请 嗯 姐姐 这就是小龙平时习武的地方 七招已经开始教他七家刀法了 闲暇的时候 我也会教他一些功课 上官先生 你费心了 你可要用心教好小龙吗 应该的 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你们两位就先在这儿等候吗 吕坐不是让咱们趁机侦查一份吧 机会难道 走 我以后中 我以后 你们先到这儿了 既然它是 我以后 你会抓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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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 你会抓到你 你会抓到你 我们也不敢呢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快把他们带回去 是 走 走 宝宝 师父 都听见了吧 都十年了 贺良才 还这么惦记着我们黑风领 这样 别跟我爹都更客气 对啊 师父 先下手围墙 这就是小龙住的地方 这就是他住的地方 小龙是姐姐的儿子 也是齐大哥的儿子 所以在这儿你应该放心 齐照他 告诉你了 是 所以早一天换 晚一天换 不都一样吗 是啊 可是我想我的儿子 我想早一点见到他 我明白你的心情 可是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好好劝小龙 让他好好的 好好的回到你的身边 上官先生 不急 那就等小龙想通了 再说交换的事吧 好 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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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两位就是山田君和上野秀子小姐吧 阁下就是长谷川君 这儿 臣下是帝国陆军少佐 长谷川赤郎 非只是上海武藏会会长朱利山田 欢迎会长阁下 来到上海 上海武藏会一等秘书 上野秀子 欢迎会长阁下 真没有想到啊 我会再回到中国 来到远东赫赫有名的上海 再次欢迎会长阁下 这边就是日族界 是的 会长阁下 那还远不住英族界烦火 会长阁下说得没错 上海滩的好地方 都被那些老牌帝国抢完了 这并不重要 亚洲注定要成为我大日本帝国的亚洲 会长阁下说得对 亚洲是大日本帝国的亚洲 会长阁下 听说您是陆军大学的高材生 秀子小姐怎么知道 我哥哥也是陆军大学毕业的 他说您是炮兵科测绘专业的高材生 毕业考试第一名 那令兄是 他现在是关东军司令部里的参谋 为了帝国的崛起 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连我也没有想到 可以再次回到中国 会成为黑龙会下属武藏会的会长 会长阁下 想必您已经清楚 上海武藏会 是黑龙会在上海的秘密机构 那是从前 从现在开始 武藏会 要完全听从军部的指挥 这也是黑龙会高层的指令 是 会长阁下 上海武藏会 现在下面有三家武术会馆 十二家日本料理店 三家日式澡堂 还有三家商行 另外还建了三所日本学校 专攻日本侨民子弟就学 黑龙会在上海的秘密机构里面 上海武藏会是发展最快的 你们觉得很了不起 战战自喜是不是 告诉你 这还远远不够 请会长阁下训事 在日族界周围的制高点里 大部分建筑都掌握在英国人 和中国人手里 一旦事变发生 区区几枚野炮 就可以将你们战战自喜的 一切化为乌有 会长阁下 难道帝国将来 要在上海打仗 对中国最有利的办法 就是通过武力 上海武藏会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利用非战争手段 将日族界周围的所有制高点 纳为能终 会长阁下 这三座大楼 有两座是英国人哈同的产品 还有一座是中国人的产品 英国人现在手上的制高点建筑物 我们没有办法争取 不过那个中国人手中的大楼 必须尽快想办法拿到手里 那个中国人叫什么名字 叫陈敬斋 陈敬斋 他是什么人 他是上海的实业家 他的手里有两家纺织厂 三家戏院 一家西洋电影院 还有一家武馆 也算是上海滩的殖民人士 还有武馆 那他也是习武之人 那么这个 不太清楚 马上派人调查一下 我希望这个陈敬斋 能把那个商业大楼转让他 会长阁下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黑龙会总部 能不能支援我们些资金 会长阁下 我们往年的利润都上交总部了 会长阁下想收购大楼 想必已经带来了补充资金 帝国的资金 都花销在军队的发展上了 我这次过来并没有带钱 不过我这次来带了这个 还有这个 陈老爷 您看看这个小侧牢怎么样 前几次送来的都不行 这次这个骨骼青旗 是个学小生的好苗子 陈老爷 听我两个属下说 这个小孩还会耍大刀来 还能演武生 那将来这戏路宽广 这孩子 怎么老是迷迷糊糊的 不瞒陈老爷说 这孩子路上忒闹 不得已给他吃了点药 睡一觉就好 睡一觉就好 好 好 好吧 来人 老爷 凌峰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江苏那边的生意 都安排好了 我惦记老爷的安全 就回来了 正好啊 我对边忙不开 回来了就好啊 你先把这个孩子带下去 是 这孩子我就先收下来 你开个价吧 您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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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爹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整天嚷嚷着 闲着无聊吗 我给你带了个小朋友来 他怎么了 可能是路上睡着了 这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凌风 曾经救过干爹的命 回来之后啊 被我派去江苏了 这不 姑娘 你们要干嘛 一看就是个恋家的 我就是想跟你比试比试 你 大小姐好 这个凌风 看来不想让我揭穿他的过往 难得他救过干爹的命 就先别为难他了 干爹 这就是 您给我带来的小朋友啊 这回找的这个 可是个学小生的好苗子 可能是刚来不太适应 你闲着没事 先跟他熟络熟络 还以为干爹 真心为我好呢 原来是变着法的 给我找活干 这女儿长这么大了 帮干爹干点活不可以吗 可以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 就这样吧 我跟凌风呢 还有些别的事情 你把这个小朋友 给我照顾好了 放心吧 干别的不行 带小孩 我可是很在行的 凌风啊 走 这是哪里啊 这是哪里 小朋友 你是谁 我是我 这是哪儿 这里是我家 我怎么会在你家 这个我还问你呢 你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我爹不要我了 要把我送给贺亮财 我从黑风陵跑下山 然后 被人抢走了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贺亮财 黑风陵 你是柳灵县的人 大姐姐 这里到底是哪里 这里是上海 上海 天哪 我娘说过 上海可是中国最大的码头 算是吧 我怎么会来上海 你是被人贩子 给带过来的 人贩子 你是人贩子 别瞎说 我哪像人贩子样 是我干爹 从人贩子那儿 把你买过来的 小朋友 我问你 你想学戏吗 学戏 啥意思 就是学唱戏啊 我是大男人 怎么能干这种事 我要跟着我爹 练武 练刀法 这口气 你爹是谁啊 我爹是黑风陵大掌门 齐昭 你说什么 你爹是齐昭 对 我爹就是齐昭 那你娘是谁啊 我娘叫上官燕 可是我娘说 我娘不是我的亲娘 我的亲娘叫银凤 我爹还说 要把我送给那个大坏蛋 喝两财当儿子 你不愿意 当然不愿意 给大坏蛋当儿子 那我就变成小坏蛋了 那你要是回到黑风陵 你爹 还要把你送给贺亮财 是啊 那怎么办 这样吧 你先住下 我去黑风陵 给你爹捎个信 让他不要把你送给 那个大坏蛋 好吗 我爹会听你的 是啊 我跟你爹 可是老朋友了 真的吗 我怎么从来没听我爹 提起过你 小孩子家家的 别问那么多了 总之相信我 这样好 大姐姐你真好 叫阿姨 阿姨真好 来 吃苹果 什么 去直立柳林县 你买的那个齐小龙 是齐昭的儿子 齐昭找不到自己儿子 一定很担心 所以我要去给他报个信 不许去 为什么 你以为干爹 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吗 干爹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十年之前 放你去跑江湖 跟这个开镖局的齐昭 纠缠不清 干爹 齐昭他现在不开镖局了 他现在干什么了 上了黑风陵 占山为王 山带王 更不许去了 齐小龙他 好好的一个孩子 跟着一个山带王 能有什么出息啊 在上海好好学习 将来很有可能成为民学 那齐昭到时候 还要好好谢谢我呢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不用管齐昭 这个山带王 自己的儿子都看不住 他活该 对了 上海武藏会送过来一张情节 你陪干爹一起去敷宴 上海武藏会 那是个什么机构啊 是日本人在上海开的武术会馆 干爹 你的意思是 让我跟日本人比武 青莲 你不能再疯了 一个女孩子 整天在武墙弄棒 谁还敢娶你啊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考虑赶紧嫁人 干爹 你的意思我听出来了 是想让我嫁给日本人啊 我不嫁 嫁给谁 我都不嫁给日本人 我不去 不去就不去 我不是要你嫁给日本人 干爹是要提醒你 二十八了 再不出嫁 干爹的老脸都没处放了 这一句话 找对了 小龙的身世要保密 对谁都不能说 会长阁下 这位就是陈敬斋陈先生 陈先生 这位就是我们会长 长谷川次郎阁下 陈先生久养大名 幸会啊 幸会 常谷川先生 陈先生 请 好 好 请 请 陈先生 这位山田先生是我的助理 那我也来介绍一下 这位叫凌峰是我的保镖 凌先生 幸会 陈先生 请喝茶 味道怎么样 清香甘甜 回味有肠啊 陈先生是好劲 十敬 十敬 长谷川先生过奖了 不敢当啊 陈先生身后这位保镖 一定是位武艺高下 好 确实不错 前几年 有几个不长眼的家伙 去我的武馆闹市 把我那镇馆的四大金刚 全都给打败了 正好 碰到前去寻访老友的凌峰 一个对八个 不到一个钟头 全都躺在地上了 我大日本帝国最崇尚武士精神 林先生 请问之前输给你的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只是几个嚣张无知的日本浪人 根本不值得一提 好 英雄气感 令人佩服 不知道长谷川先生约我来 有什么声音要得通过 声音上的是嘛 只要陈先生愿意和我交朋友 以后自然有得的 不过刚刚听这位林先生 赫赫武功倒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们上海武藏会 在上海有一家武馆 叫冠亚武馆 不知道陈先生听过没有 那倒没有听说过 陈先生有一家武馆 是的 叫奋强武馆 既然你我都是崇尚武学之人 不如我们约定 双方各出一名武士 比武会有如何 可以啊 好 按照我们的规矩 比武是要有彩头的 比武彩头自古有之 不知道贵方想以什么 作为比武的彩头呢 我们武藏会 在霞飞路有一家日本料理店 不愿意拿出来 作为比武的彩头 如此大的彩头 我倒是闻所未闻 藏古川先生可真是大手笔 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陈先生 这绝不是玩笑 如果陈先生的武士赢了 我愿意立刻跟陈先生 签署转让协议 如果陈先生 派出武士出战 是否是身后这位林先生 是的 不知道贵方 是哪位武士出马呢 我方将由山田军出战 陈先生 听说你有一家西洋电影院 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 拿出这家电影院 作为比武的彩头呢 这 老爷 放心吧 好 那 我们 就以西洋电影院为彩头 好